小萌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为什么不进屋里啊 我 被关在门外了 那为什么不打个电话呢 我手机也在房间里 那你怎么不去办一张房卡啊 我 先站起来 跟我走 麻烦你给我开一间房 好的稍等一下 给 谢谢 走吧 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得拍宣传片呢 小萌 如果你一个人睡 怕黑怕孤单 怕寂寞怕冷的话 我愿意陪你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最害怕的 就是你这条大野狼 你看看你 现在这生气的样子 比刚刚那愁眉苦脸的 可爱多了 好了蒋泽 谢谢你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晚安 早点睡啊 拜拜 蒋泽 好 小萌 你昨天晚上睡这里了 昨天晚上 我跟你买完胃药和牛奶 回来之后 敲房门你也不开 我的手机也落在房间里了 没办法联系你 后来蒋泽回来了 他就帮我另开了一间房 小萌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昨天晚上走了之后 我睡着了 我没听见你敲门 对不起啊 都怪我 是我的错 后从口出 你要为你说过的 每句话负责 人家都生病了 你就别怪我了吗 我知道错了 小萌 小萌 对不起 你不会怪我吧 没事了 我不怪你